很久没有说清远的楼市了 为什么不说呢 说多了大家又以为我是卖房的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解 以为我一直推清远 说清远的好话 然后就会说我是卖房的 我真的无处叫约 我跟卖房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甚至推了好几个 要我接探房广告的邀约 我是不太愿意跟房地产的扯上关系的 我看好清远的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的意愿 我也不想影响你的判断 你看完我今天这个视频 你认为可以买就买 认为还是等等 那就等等 这个没有什么的 又不是强买强卖是吧 好 我现在是在飞来湖 飞来湖 据说未来会有个飞来湖站 这个是广青城轨的北沿段的一个终点 就是在这附近 我看那个规划图应该就在这里 飞来湖的北岸靠近黄坑这一段 其实这段时间也有挺多好消息的 说佛青从高速 佛山到清远到从化的那条高速 在2023年可以通车 然后广联高速的二期 好像也要有通车的迹象 包括广青永高速 广青永高铁 明年可能会开建 还有就是北沿段南沿段 广青成轨是吧 听说会在2024年通车 等于说就是这两年的事了 还有一个好消息 当然就是我前段时间说的 这个中大步比市场有可能会部分转移到清远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新闻都一直在卖的了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个人自言 所以我觉得清远未来的发展 还是大有可为的 展望2023 2024 我觉得清远应该会进一步的融入 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当中 跟粤港澳大湾区紧紧的相连 联系在一起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清远就会跟着发展 就会分得一杯羹 因为什么呀 交通你看交通 现在是联系的越来越紧密了 高速又多了几条是吧 什么广化高速啊 什么清化高速啊 佛青丛高速啊 广连高速啊 什么的 高速又多了几条 然后轻轨又来了 或许未来地铁 又要来 18号线北沿段 听说要沿到清远那边啊 未来广州工作 清远住 绝对不是一个梦想啊 不是一个说说的啊 只是吹吹牛的这么一个想法啊 真的会成为现实的 包括交通 包括这个人员 人员交流 包括产业 共通 这个政策一直都打下来了 广州基地 清远制造 是吧 广州工作 清远生活 这些 一直都在做啊 也有政策下来啊 所以呢 未来你觉得清远的发展不会好吗 不 我觉得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嘛 是不是 虽然清远未来的楼市啊 在经过疫情的萎靡之后呢 应该会涨一波啊 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应该随着这些好消息的到来应该会有所上涨 对吧啊应该会的啊 你看中大布匹啊 中大布匹市场要迁走 为什么选清远啊 而不选很多朋友提及的什么攀鱼啊 白云啊 花都啊 佛山啊 为什么不选这些地方啊 那就是要带清远嘛 就是因为清远的前景好嘛 是不是啊 这些地方为什么不选呢 也不是说不好啊 而是这些地方 他未来也要进行那个商业改造啊 他那边对吧 他前几年广州啊 在零几年的时候已经往这些地方转了一波了啊 那现在还要往这地方转吗啊 我觉得必要性不是很大啊 他肯定还是要转一个更大的范围是吧啊 也应该汇集一下我们的清远小兄弟了啊 对吧 而且清远那个地价啊 那个成本啊也比这个地方低啊 确实也可以承接下来啊 对不对啊 产业承接 地方大 是吧 空地大啊 未来的话呢 发展的前景也就大嘛 比如说你未来要扩大规模是吧 扩大那个生产规模啊 那所以呢 这个就很有发展的前景了 我直接就真地扩大就行了呀 那那些地方 那就不是那么容易啊 是吧 那些地方前几年已经转一波了 那现在还要转的话 他发展的规模有限制嘛 对吧 所以很多人啊 在那个广青城轨啊 刚刚见好的时候看到广青城轨 他路过地方没什么人的 很多朋友都会说啊 哎 怎么不见在人多的地方啊 为什么这样浪费资源啊 其实呢 并不是哈 我们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 那个城轨啊 他经过的地方呢 其实呢都是未来可能会发展的地方啊 未来可能会发展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啊 只用现在固定的思维去想啊 现在人多地方 那他发展的那个空间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吧 那打个比方啊 青鬼现在在延展 对吧 那边有个站 那延展那个地方地方多的是啊 空地多的是啊 那未来如果承接一些广州艺术的产业 对吧 那肯定大有可为啊 啊 我直接开建就行了啊 那如果你建在人口很密集的地方是吧 对你现在是有人做了 是方便了 但是未来发展对吧 他的带动就没那么好了嘛 所以呢 建一条高铁 建一条城轨啊 他不单单是要考虑现在 还要考虑将来的 他考虑将来的各种可能性吗 是吧 啊 而且呢 你现在啊 出行方式那么多样化 多样性 啊 其实人口密集区域呢 也不需要轻轨啊 对吧 啊 现在啊 说坐顺风车啊 什么的 很多朋友啊 都比较频繁了 啊 其实呢 也并不需要啊 多一条轻轨不多 少一条轻轨也不少 但是呢 那些亲远的 带开发区域 轻轨对这些地方就太重要了 啊 比如说这里啊 未来湖啊 他为什么终点选在这里呢 就是因为这里地多呀 好操作啊 啊 为什么不选在旧城呢 选在北门街不好吗 终点站是吧 那就因为这里地多嘛 好操作嘛 可以扩大这个效应嘛 可以这个扩大这个产出的效应嘛 所以呢 还是那句话啊 轻轨 你现在可以不做 现在可以没什么人做 但是呢 必须得有 对吧 我有这条轻轨 啊 那我就有一个啊 可以 呃 怎么说呢 可以连接广州的一个枢纽啊 有这么一条枢纽 招商引资的时候 我说话 我腰板子都能够挺直啊 我有轻轨啊 对不对 哈 有跟没有区别是很大的 啊 可能很多朋友啊 还感觉不到轻轨的存在 但是呢 啊 我们在做招商引资的时候 有轻轨跟没有轻轨 那说话的底气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你的那些交通啊 各方面 配套啊 等等啊 有轻轨 那就说明有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啊 有融合的可能性 所以呢 啊 轻轨的发展还是大有可为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 未来真的如果轻轨啊 修到这里来 你会选择在这里附近生活吗 你会看好这一块的发展吗 说出你的看法吗 好 先说到这里了 再见 再见